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里是综艺茶室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我店铺大概处于的位置 这里呢就是福州市台江区达道路达道公交站 平时这里的人流量还是可以的 这两排的店员基本上都是以餐饮店为主 然后呢再往里面小巷子 那这家店就是我的茶叶店了 综艺茶叶啊 以前这里一排都是茶叶店 十几二十家 现在就我这一家了 都慢慢改成餐饮店了 这就是我们店的大小了 合同面积有45平方 实际面积是33平方左右 然后白天基本上客人都是拿了货就走 或者是叫我们发货 发往全国各地的都有 那晚上这边的朋友啊 或者客户啊 这边喝茶就比较多了 晚上人基本上是爆满的 白天主要发发货 还有客户拿了就走 因为工作时间嘛 这五香货也是下午要发货的 福顶白茶 茶饼啊 也是发往我们福州这边地区的 好了以上就是我店铺的位置了 如果有在福州的小伙伴可以随时过来喝茶 免费请大家来喝茶 来说说我自己店铺目前的状况吧 我这边店铺的话 从5400的月租现在涨到7400左右了 因为最近疫情期间感谢国家给予我们免足两个月 以减轻我们的压力 感谢国家 希望我们国家的疫情也早点过去啊 全世界的疫情都早点过去 昨天我是去我们福州的一个茶城 看到了好几家店铺已经出租货转了了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倒闭了还是改行了 反正现在已经是做不下去了 那茶行业现在目前竞争是越来越大 首先是成本的提高 什么叫成本提高呢 比如说人员方面的提高 第二呢是租金方面的提高 以前的租金那是相当的便宜 随着水涨床高 房价也提高 我们店铺的租金也在提高 所以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 第二方面呢 就是现在的资源越来越稀释掉了 以前是你有需求 就找我们专业人士 现在是你有茶方面的需求 你可以通过很多渠道来获得 比如说线上 比如说你跟原产地的朋友 或者亲戚 或者是有权有势的人 他的人来资源 比如说某某局长某某处长的 他的小姨子 他的亲戚在外面开茶艺点 那你不得已 也要去捧他的茶 这个意思大家大概都了解吧 所以说现在目前茶行 也是非常的不惊奇 特别是今年的这种大环境下 所以我在此希望全国人民 配合国家的工作 来避免疫情的扩散 然后希望全世界的疫情可以控制 让我们的世界没有病毒 谢谢